台大學輪會認定林志堅論文抄襲 撤銷碩士學位 如今扛不過壓力 林志堅黯然退選 然而總統蔡英文要求同志全力支持 捍衛林志堅的清白 這讓以台大為榮的校友 麻鷹九看不下去 古今中外 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跟清廉 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們發現民進黨在這方面 是完全不及格的 讓全民都失望 台大這個決定 一方面維持他百年的信誉 二方面也維持了 一個學生應該有的品德 我覺得是正確的 尤其蔡英文說 不捨林志堅遭惡意攻擊 也將林志堅論文事件 定調是被政治攻擊 劍指台大 讓學術界炸鍋 資深媒體人李彥秋痛罵 當總統煽動觀眾對共台大 繼續號召大眾支持林志堅 這個舉動讓人侵害莫名 已經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也失去了治理的正當性 對此台大校長 關忠敏出席活動勉強祭出笑容 面對外界聲音不願多做回應 這不是政治攻擊 一個大學本來就應該 在這類的問題上 公平公正的方式 做出正確的決定 台大這點做到了 難道真的是鼓勵抄襲嗎 台大也不會有任何的私人恩怨 如此的政治語言來去扭曲 或者是來去刻意的操弄 其實才是傷害台大全體的學術倫理 要求蔡文總統應該要正式向台大道歉 林志堅超跑大翻車 但背後仍有小殷勤 全黨之力幫背書 就怕為了選舉 連台大聲譽都要摧毀 記者綜合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